2023就今年全球品牌 它的排名 世界品牌 当然2023才刚开始没多久 它是今年做 但是它资料当时根据去年 就是全世界 第一个全世界品牌 就有牌子的 全世界排名 它当然是排500个 当然我们这边是用其中 这一家叫Bellon Finance 品牌金融 全世界大概有三家在做 这是其中一个非常有名 英国做的 有代表性 在公信力什么都没问题 它每年都做 那这一题在讲什么呢 就是说增加带来一点军事 就是牌子 你叫做牌子吗 牌子就是商品 当然也是包括公司 我们讲公司好了 公司 公司它有推出各种服务嘛 就是叫得出牌子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我们说 哎呀 这个Nike 这个球鞋 Nike 我们说星巴克 或者贵州茅台 五粮液 所以这个叫得出名字 所以我们这边就熟悉一下 它五百个 但是我们主要是讲 我主要是讲这个亚洲 尤其中国 因为台湾为什么不讲 台湾也有三个 前五百个 五百没有三个 那中国像是世界大 世界大第二大经济体 当然 你说中国的政治 是不是专制 或怎么样的 那另外一回事 政治是当然是 专制总是不好 当然你可以说 有好有坏 但是后遗症太大了 政治不管 我们就看这个经济 就是经济里面的品牌 因为它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 所以它品牌 确实有一些品牌 表现不俗 确实表现好 当然这些品牌 每一年都会变化 当然有些国营的 除非国家倒 不然的话 它这个国家的都在 有些大品牌 它也排名都会变 每年排名一定会变 可是能够列到全球 五百大 这品牌也不是小 所以这方面 中国的表现确实 确实很结束 所以我们看事情 好的就是好的 不好就不好 好人也会做错事 坏人也会做好事 我们就是 我们说 就是认识 对事不对人 这样子 所以中国这方面 确实 这拿出来 确实 表现不俗 那这个英国知名品牌 它这个 它这个名叫 Brand Finance 中文 这以英文为主 就是它做的品牌 中文翻译叫 品牌金融 就专门 做全世界 每年都做 它当然不只是 做这个全球排名 还要做 做很多 甚至连轮胎 全球轮胎 钱多少名 钱一百名 多少名 都做 它专门做这个 品牌 评估的 所以这个是最大方向 其他的 汽车类 这个什么 轮胎 电器 什么东西 很细 它就是公布 2023年 全球品牌 价值500强 可是你说 这个是 有公信力的 可是它 总有一个标准 它有它的标准 全球三家 都各有各的标准 所以交互参考 不过 基本上 它不会差太多 总不会说 某一个人做的 第一名是 他做第一名谁 另外一个做的 他第一名 变成第一百名 那不太可能 所以 它做这个报告 其中 台湾是台积电 富邦银行 台湾就上了三家 当然这个 台积电跟富邦 算民营的 当然富邦银行 它那个合并 台北银行 这个有很多争议 中华电信 讲是 以前是国家的 政府的 后来变民间 可是实际上 还等于是 政府的 然后那个 台湾就三家 那这个 美国第一名 中国第二名 所以 前五百强 我们先看前十名 第一名是 亚马逊 线上购物 第二名 苹果 苹果 卖苹果手机 就不得了了 第三个 Google 搜寻引擎 冠冠军 第四个 微软 我们只要用电脑 一点软体 电脑 硬体软体 软体 非要用它的 不可 你不用它的 你用别的 也可以啦 就不方便 我马就取求最大的 这个 零售商 我马 大得不得了 所以 在台湾 如果很少出国的话 你要是到 到美国 加拿大 什么 欧洲 你看到我马 下次怎么那么大 三星大 韩国最大 保三包 韩国第一大 气 什么 什么都 不只是电子 造船 建设 盖房子 什么都来 所以 比台积电在台湾的地位 还要高很多倍 中国工商银行 然后 这个 Variason Variason是零售 Tesla Tesla是 汽车大有名吗 Tesla 后来也 转投资 做火箭 Titon 它在Titon 是海外版的抖音 中国叫抖音 海外版的Titon 全市民是这样的 台湾是 台积电87名 你看台湾第一年也不够87 但是又进步几年 但台积电接下来就麻烦很多了 这几年 金片战争 这边就不讲了 它的后面发展 有很多的变数 然后 富败银行 你看 跑到425% 中华跌行 所以 台湾 这个 上次台湾 基本上 国民所得比较高 人均比较高 但是就是 企业来讲 那就是 排不上去 那国家比的话 美国 你看 它是做500强 美国有 200亿家 美国 美国就是强 你看 占50% 全世界 这边是讲品牌 这倒不是讲说 谁最赚钱 或谁的市值最大 谁的银额最大 谁的资本额最大 不是 是讲品牌 所以重点 不是说第一名 它的市值就 最大 不是 我们讲品牌 所以品牌 叫得出名字 全世界叫得出 全500家 叫出名字 美国就赚了一半 这个不对 这个写错了 因为它是做500名 因为这个资料 是摘下来的 所以 占50% 应该是250 所以这个有问题 应该是占40% 30多 所以这个有问题 这边口头上讲一下 其次是中国 就79家 那不错 美国201家 这个 中国的79家 快8家 占18% 也很多 第二名 德国第三名 占6% 所以当这个 这个数字应该有问题 口头上补充一下 然后接下来就说 这个 它怎么算啊 Brain Finance 是用那个 Royal Relief 就是 这个Royal Relief 本来是皇家 后来变特权 甚至连稿费 都用Royal Relief 一个特取权的 Relief 本来减轻 它叫做中文翻证 特取权费 接审法 就是 然后来分析 品牌的价值 等于多少钱 然后就是 假设品牌 它的公司 在不拥有该品牌 情况之下 需要向第三方 支付的商标 特取权费用 当然这样写的不太清楚 公司拥有该品牌 实际上就是 节省下这笔费用 这也是品牌价值所在 这一段写的不太清楚 大概这个意思 但是呢 采用这种计算方式的时候 这家公司 Brain Finance 忽略了中国银行业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坏账 它品牌是列上去了 可是它银行可能要坏账 需要新资本 股价低于账面价值 这些事比较忽略掉 所以我们就是 反正这一集 当然不是金融专家 也不要搞那么稀 反正说它列出来 全五百大 哪些是 美国最多 然后是中国 我们就带了解一下 哪些品牌 哪些是中国的 甚至哪些是亚洲的 然后最近几季度 中国银行业 它就说 中国银行是有一些问题 盈利成长已经接近零 中国消费中程度 也可能有局限型 这些负带说明 就是说它这个计算方式 当然不可能有 这是社会科学 不是自然科学 它已经是尽量有一个标准 尽量做到公正公平客观 可是难免其中还是有一些 这个不尽理想 大概这个意思 我们不去细旧 我们这一集倒不是在讲它怎么算 或是算了有没有多少瑕疵 而说它既然是一个国际大公司 我们就说 不显示 它有公信力的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图形呢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看一下 这是前 前25名 前25名 我们就看一下 美国 我们看一下 这个美国 这个美国的国旗 尝试 知道美国国旗 那这什么东西呢 这是日本嘛 日本嘛 这是一个大猩猩 后面有五颗小猩猩 这是中国 中共嘛 你说这个什么呢 一个黑 上面黑 红 黄 这德国嘛 德国 这也是德国 你说这个什么 这英国 这个日本 一个像太阳 美圈啊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看这个 然后看它的mark 它的标志啊 这边是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这种金额就不管了 因为你这个要了解 五百家 要知道哪一国 品牌什么东西 它的logo啊 它的标志 还要知道金额 这个你就有兴趣自己看啊 这个毕业就是 毕业的十亿啊 十一百一千亿啊 近几三千亿啊 它的品牌价值啊 不是它的市值啊 也不太营业额啊 也不太资产 也不太资产都不是 就品牌价值啊 这个是比去年 减少了百分之四啊 有了增加减少啊 这些我们都不管啊 不然的话 这个资讯太多了 接受不了啊 所以第一名 Amazon 我们就找 哦 亚马逊 英文名字Amazon 哦 第一名啊 品牌价值呢 接近啊 三千亿美金啊 比一个是 比二两千亿 第二名是 苹果一样 咬了一口啊 叫做苹果电脑 苹果Apple嘛 第二名啊 这都是美国嘛 第三名Google嘛 哦 Google的标志 有没有 所以有的时候它不是写名字嘛 写Amazon也知道嘛 亚马逊嘛 哦 苹果没有写 因为名字叫做苹果嘛 苹果电脑嘛 等下是苹果手机啦 都是它的啊 这Google一看就知道 Microsoft 微软啊 有时候 微软中文看到 哦 英文看不到 是Microsoft 这沃尔玛就是Walmart Walmart 第五名 第六名 就是韩国这个三星啊 写英文最清楚嘛 一看英文就知道嘛 SEBC 这一般人看不到啊 这个是中国大陆啊 这个红色的啊 新兴的啊 就中国工商银行啊 Berison 是零售的啊 我看看 这个第八 我看 电信啊 刚才讲错了 是电信眼 美国大的电信眼 等于是美国第一大电信眼 Berison 然后这个 这一看嘛 这一看就知道嘛 这个很多人看 这标准特斯拉嘛 那下面写英文 Tesla 做汽车的啊 这个 马斯克厉害 什么都做啊 又买那个Twitter 啊 又做火箭啊 商务的火箭等等啊 Tesla 我们这海外版抖音嘛 先做中国境内的抖音啊 后来又做海外版 红年安民啊 当然那个 他的问题也很多啦 但是不管怎么样 品牌价值确实高 全世界都喜欢看 尤其青少年啊 啊 这是德国 德国电信啊 Tesla Tesla 德国电信啊 第十一名啊 第十二名 中国建设银行啊 第十三名 这个 Home Depot Home Depot 就是 也是零售业啊 Depot 本来是 它有两个意思啊 本来是车站 公车站 车站 然后也是仓库啊 就仓储嘛 卖很多东西啊 卖给消费者 发来仓储卖 就是 也是那个搞销售零售的 美国的啊 Facebook 脸书嘛 当然有名啊 跟中国大陆不准它放啊 你看 中国大陆最厉害啊 你看 前面和几个中国大陆 国家电网啊 啊 第十六名 这是德国的标 德国国籍标识 一看这一看就叫賓士嘛 啊 它这个全名是Mercedes Benz 一般Mercedes Benz 香港以前翻跟彭池啊 你说 彭池跟冰市有没有不一样的 一样嘛 就翻译不同嘛 这个台湾叫彭池嘛 啊 不台湾叫冰市嘛 香港广东人叫彭池嘛 全名是Mercedes Benz Mercedes Benz 你看十七名又中国 你看 所以中国增加银行大 中国农业银行 你看中国人多嘛 那 所以像印度啊 印度比中国差点 可是印度到底人多啊 也有一些啊 所以当然有时候这样讲啊 就是中国是第二名啊 不错 当时输 美国是没错 可是 从某个角度来讲 美国三亿三千万啊 中国以前说 有没有十四啊 现在变少一点变十三亿啊 你如果扣掉人均 就输掉了 就输多了啊 你说重到十三亿 美国三点三亿啊 得四倍啊 可是你还是输他蛮多的嘛 当然也不错了啦 可是你要是 把这个人口平均下去 那就输多了啊 那 印度现在有十四亿啊 你下去算啊 那也输多了 所以你想 德国就确实厉害 德国几千万人嘛 他第三啊 所以算人均的话 所以这是 就是 有这种观念啊 也就是 人多嘛 人多 人多 人多的话 当然 他的 人多的钱多嘛 公司多嘛 所以他占了这个便宜 所以一个是算绝对值 绝对值 人口多的国家就占便宜 你如果算人均 所以 中国大陆啊 你算他 经济体世界第二大 哦 了不起 超音感美 可是 从某一个观点来讲 这个也很丢人啊 为什么 如果你算人均啊 你算经济体 中国大陆 你算人均的话 平均一个 跑下去一大堆 所以说 中国第二大经济体 你觉得 哦 要超音感美 可是李克强 前任总理不是讲吗 有六亿个人啊 包括小孩子 老人家 有六亿人啊 但六亿人里面 有些根本没有工作 小孩子没办法工作 老人退休啊 不管啊 就有六亿人 就已经一半了 每个月收入啊 不到 不到人民币一千块 就是台并五千块 不到 不是平均 是六亿人都不到 不是六亿人平均 不是 那以这个标准来讲 那穷得要命啊 然后后来有别的专家又说 哦 不只是六亿啊 不到一千人民币啊 有大概十亿啊 十亿都不到 都不到什么 都不到十五千吧 也就是说 中国大陆有些人是很多 其实有时候人数很多 比例超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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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这是一个管理啊 这星巴克第十八名 星巴克嘛 它的标志是这个 这个日本 决决最大汽车嘛 日本啊 这个日本的国旗啊 这中国的 这个这个这个 微信啊 微信啊 这个中国很常用啊 台湾也可以用啊 这个 这个 所以台湾都有line啊 这个 中国大陆有微信嘛 这以前那个 外国有用 就用那个什么 Skype 它不用Skype 不用Skype 这贵州茅台二十一名啊 这个贵州茅台啊 中国大陆 它的logo是这样子啊 这贵州茅台有名的啊 但是 假酒啊 假酒便宜的酒 没有假酒 因为没有利润嘛 要贵的酒啊 这个贵州 五两亿等等啊 才有仿冒的价值啊 所以贵州茅台一段时间啊 就假货很多很讨厌啊 你说假货啊 嗯 它有个问题啊 它可能用工业酒精啊 假存下去啊 对人体啊 甚至严重的失明 台湾以前有一段时间 假酒充施啊 假酒一定是贵的酒 有名牌的嘛 贵的嘛 便宜的酒 就 人家不会做嘛 AT&T 电话电报公司啊 美国 Disney 有名啊 迪士尼乐园啊 迪士尼世界啊 然后安联啊 这是德国啊 德国安联的这个 保险集团啊 你说这个啊 这像什么 这有点像贝壳嘛 英国的叫壳牌石油 贝壳 但很久了啊 所以你看这个 前25个 没有台湾的 没有台湾的 你说 前25个 中国就几百 所以美国强啊 前5名全部美国了 你看这个国家多强啊 我们是以品牌的观念来讲啊 那这个 中国有 哦 一个啊 中国公司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六个 七个啊 前25名啊 快三三分之一啊 所以中国确实了不起啊 这品牌来讲啊 确实是大啊 然后这个 前25个啊 韩国有三星 第六名三星 第六名三星 了不起 呃 这个啊 这个是 日本有一个啊 Toyota 啊 然后 这是 等于是 除了中国以外 日本韩国各一个啊 什么台湾 马来西亚 印度啊 千万说明就没有 好 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这边主要是看这个啊 啊 这就是中文翻译啊 主要是 以英文为标准啊 你看它这个 排名啊 这个 啊 这边就是 一到五百啊 可是一到五百 不要每个都看了 这时间太长了 所以 主要是看这个啊 这是中国的啊 排在前五百大 我就用黄色标起来啊 然后那个 亚洲的啊 不管日本韩国 印度啊 马来西亚啊 新加坡啊 就用这个 啊 绿色标起啊 台湾只有三家嘛 用蓝色标起啊 所以我们主要是看中国 中国有几个啊 那当然 前面啊 前面到的 也顺便讲一下啊 第一名Amazon 后面就不管了 自己去看不完 每个讲 讲不完啊 然后这个 主要就是要知道 哦 它的英文名称啊 是什么啊 它是哪一国的啊 然后它是做什么的啊 这个 Amazon 我们前面几个讲一下啊 第一名是Amazon 它是美国的 当然前面五名啊 一到五都是美国 它是搞零售的 苹果是搞科技啊 卖手机啊 买电脑等等 啊 Google 它是媒体 网络媒体嘛 就是以搜寻引擎为最主要的啊 微软科技嘛 就是软体嘛 然后 我马是零售啊 这几个啊 所以它品牌驾驶啊 这一句看 我们就不讲了 反正最高就是三千亿啊 美金啊 然后呢 结果亚洲第一名呢 是三星啊 是韩国三星 它第六名啊 三星集团啊 它第六名啊 三星集团啊 韩国还是 什么都做啊 这三星太大了啊 不得了 当然它是 也是韩国政府扶持的啊 如果韩国政府没有扶持的话 就像台湾台积电也是台湾扶持嘛 以前从这个什么工业技術学 什么工严院啊 工严院 那个曹星成嘛 跟这个 从美国找回来台积电啊 台积电 那个张忠谋嘛 然后慢慢又搞台积电啊 然后曹董啊 又去搞连电啊 也是政府扶持的啊 那第七名开始啊 从中国从第一个啊 从第七名开始啊 从第七名开始啊 就进来 就很多了啊 所以中国排第一个就是 第七名啊 中国工商银行 ICBC啊 它是银行业啊 工商银行啊 然后这个 第八名是 美国电信啊 Bearison 可能一般人搞不清楚 电信 美国最好的电信业 美国基本上不搞 不搞国营的啊 因为它民主 民主国家基本上不搞 所以像你说啊 这个台湾啊 这个中国啊 俄罗斯啊 你说它搞国防啊 做战斗机啊 轰炸机啊 做这个火箭啊 做坦克 到国防工业自己做啊 甚至什么油啊 电啊 银行啊 到国家搞 那美国不这样搞啊 像美国 英国 英国还国营多一点啊 那像美国的话 几乎都是 都是民营啊 就美国 美国政府不搞国营事业啊 那你说的武器 武器 武器应该自己搞吧 武器涉及国防工业 也是一样外包啊 所以美国的 那些超级大的啊 这个 这个 制造武器的啊 那些公司啊 也都是民营啊 只是说他们要跟国防部签约啊 要保密啊 要怎么样啊 所以这个 美国基本上 没有国家的 超级大公司 没有啊 所以也是他的 一大特色啊 所以都是 都是民间的啊 政府不跟民间 呃 真理啊 特斯拉 这种民间啊 特斯拉啊 这个 第九啊 而抖音也厉害 你看前十名 中国就占两 中国工商业 抖音 Tiktok Tiktok是国际版嘛 在中国境内的叫抖音嘛 中国媒体啊 就是网络社交平台啊 德国电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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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中国建设银行 第十二名啊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然后加德堡 Home Depot是零售业啊 然后脸书啊 就是社交平台啊 你看第十五名 中国的啊 中国国家电网 Stay Great A Great 本来是铁隔世的意思 铁网的意思啊 铁网的意思啊 电网嘛 比喻说像铁网一样 放隔世一样啊 中国公用事业嘛 搞电的啊 那 City Benz 你看 中文翻译 美赛德士奔驰啊 中国大陆 香港用奔驰 台湾用冰驰 这当然是 呃 大公司啊 这个 因为Toyota是做一般的汽车啊 Benz就专门做贵 但是它不是顶级啊 真正顶级的 汽车还有啊 其实最贵的汽车 都是一般人不知道 因为它限量生产 像Benz Toyota 这一般人也买到之外 又有钱买得到啊 真正 真正贵啊 我们说贵的时候台币啊 就几千万以上 台币啊几千万以上的啊 这就是说没听过 他限量生产啊 他也不做广告 他根本不做广告 一般人做广告 没要他买不起啊 他就是啊 就是 他的客户自己会去注意嘛 或是他有客户名单嘛 就资产要多少亿台币以上 才买得起嘛 这三亿两亿也买不起啦 只要台币要十亿以上 资产啊 到几百亿啊 上千亿才买得起啊 所以真正贵的汽车啊 很多人不知道啊 然后第十七名 中国农业银行 那星巴克大概有名嘛 这个一般咖啡 就是一般人就说 啊好贵好贵 可是 你可以不吃啊 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嫌贵 你嫌贵就不要去吃嘛 那有人就花得起嘛 有人就是 就是有人说 啊 停在门才贵我才不要吃 可是他天天客满嘛 你不吃你就不要吃 你吃不起 不管你吃不起 或你嫌贵你就不要吃嘛 但是 他的服务好 东西好吃要自然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酸 他就酸民太多啊 就是 吃得起 他生意好都不得了嘛 那你吃不起 是你的事情 但是你吃不起 你不要去酸嘛 吃不起你就不要吃嘛 像那个 这个 风田啊 这是日本的Toyota 全世界最大的 汽车数量最大 他资产算是 Benz是 品牌价值最高 可是汽车数量卖最多是Toyota 因为他平价嘛 一般卖得起嘛 然后微信啊 中国媒体 然后贵州茅台啊 烈酒啊 烈酒说用打火机去点啊 都会少起来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啊 21名 迪士尼啊 这有名的啊 Disney 安年集团 德国保险集团啊 合牌 英国老牌照 石油啊 Instagram啊 美国的这个社交平台啊 所以前面那个 讲25名啊 那我们这边接下去啊 有名的我再讲一下 主要是讲中国或亚洲啊 你看 中国银行啊 而其名 那 那 台湾叫 叫好市都啊 中国当然叫开市客啊 叫Costco 就是 Costco为什么呢 客户 石油就是company 公司啊 Costco就是成本嘛 就是节省 可以让你便宜一点啊 就是用什么 用那个 琵琶架 所以 它就是特色 你可能数量它一次卖的多一点啊 有时候有些东西你买一罐两罐不行 它可能跟你六罐八罐十罐包在一起 这些批发价钱的意思啊 就比较便宜啊 然后这个沙特啊 中国 台湾叫沙特阿拉伯啊 中国大陆的相关叫沙特啊 就是 搞石油的啊 沙特阿美啊 你看又中国啊 中国的平安啊 中国的平安 保险嘛 保险就平安嘛 你看 这些 然后华为啊 华为啊 华为当然掉很多了 所以 中国大陆 有没有 有没有真正民间的 蒋世家有一些是民间啊 可是它就有点像台湾中华电信啊 你没有政府支持 你没办法嘛 就是 可能 就这么讲嘛 就是 它可能呢 表面上是民营的啦 可是它可能 大老板啊 董监事啊 可能有国家的背景 或者有国家的一些人在支持后面 不然它不会那么大啦 因为它是专制政权嘛 你要是存民营的话 不容易起来啊 所以中国大陆有这个问题啊 都有官方的色彩在后面啊 那 手机以后 手机也掉很凶啊 那 中国移动啊 也是电信啊 这当然超级大嘛 你看宝马 宝马 35名 就是Benz跟B&W B&W B&W总是差一点啊 就是一般大老板 他会先选Benz 啊 不会先选B&W 那B&W谁买呢 就是比较 稍微年轻一点嘛 少东嘛 少主啊 比较年轻 有钱人嘛 可能爸爸开Benz 爸爸一定去 所以Benz 经常都是有司机 B&W比较年轻嘛 少东嘛 儿子有钱嘛 可能自己开啊 当然B&W也有请司机 也有吧 就比较年轻一点 所以你看那个007啊 007都不用Benz 因为007新潮嘛 庞德很帅嘛 庞德永远不会老嘛 就是用宝马比较多 这个Ascenter是美国科技业 艾森哲 这一般人不知道啊 甲骨文 跟中国甲骨文 没什么关系啦 美国科技业 然后美国银行 这到美国第一代 Bank America 然后腾讯啊 腾讯三十七名 中国的媒体啊 腾讯搞很多视频可以看啊 然后这个联合健康美国医疗 麦当劳当有名啊 保释捷的啊 是德国啊 这德国很厉害 你看Benz 而且他的啊 这个B&M的他的啊 这个Porsche也他的 甚至Montwagon啊 也是他的 还有那个什么 四个圈的啊 也他的啊 啊 这边日本也爬上来了啊 日本日本 电话电报公司啊 日本电信啊 然后联合包裹UPS 也是有名嘛 也是有名的 就是物流业啊 日本的三年集团 Mizu Bishop 这个也大嘛 多元化嘛 就像有点像三星嘛 还有包山包海啊 汽车搞一大堆啊 三年还有重工啊 这些啊 万宝路啊 你看燕啊 香烟第一大 第一大品牌 这边讲品牌 不是讲事实 或者是销售额啊 万宝路啊 这个常常说像 美国牛仔啊 抽的啊 美国服务业等等啊 这些啊 好我们这边开始啊 有些没听过就不讲了 不然讲不完啊 美国运通商业服务啊 他也当初很早的 那种美国运通信用卡 很有名啊 你看Bosswagen 一般大宗汽车这有名啊 这在中国大陆 有卖很多 KoCoCo了有名嘛 KoCo了 所以在二三十年前啊 就是这种传统产业啊 KoCo了 他第一名 然后 然后被前三名 前五名 前四名 所以后来都是电子啊 电子啊 啊 网路啊 啊 这些啊 就跑到前面去了啊 所以他一路掉到 已经快掉到五十名 所以这种传统产业就是 就是 后来新兴的啊 电脑啊 网路啊 社交平台这些 跑到前面去了啊 那 呃 传统产业 只有一个啊 还在前面就是零售嘛 零售 大家都要买嘛 啊 像这种传统产业啊 口口可乐啊 或者像这种做吃的啊 专门只做一种吃的啊 或者是卖衣服啊 卖鞋子啊 啊 这些就 传统产业就掉到后面去啊 那美国这个 沃尔斯法国是很有名的啊 傅国瑜啊 然后 中国又来一个啊 中国建筑啊 这个是 五十名啊 前五十名大概是这样的啊 接下来哦 五十名后 我们就唱名一下啊 这有些 嗯 不太熟的啊 我就不讲了 本来讲不完 你就自己去看啊 某个银行有名呢 啊 大通银行也是有名的 所以银行业还是大嘛 集中服务业最大嘛 啊 Nike Nike做服装啊 鞋子啊 他球鞋最有名嘛 啊 就像打个狗一样 这个很多网球啊 什么 什么选手啊 篮球啊 上面给弄个Nike啊 冠名啊 就要付广告费 啊 这日本的山井啊 山井也是重工啊 也多元化啊 搞这个山井重工啊 搞重机界啊 这工程建筑啊 搞这个这个 这个 所以日本啊 他的基础啊 基础很强 所以他是 二次大赛的时候 他发展军工业啊 所以很多重工业啊 飞机也可以做 卫星也可以做啊 这个非常先进啊 所以日本的实力啊 非常强 只是他受制于二次大赛以后 他这个山前国防预算 国家不能有军队 不然日本要起来的话 很快啊 非常快啊 华企银行有名的嘛 像我就以前有过华企信用卡 这个中国啊 淘宝有名的吗 淘宝什么都买得到吗 但是 但是当然都会有些负面形象 像淘宝是假货啊 假货 有一定的比例 这就很糟糕啊 武良业啊 这有名的酒嘛 在中国啊 这黄色的中国啊 YouTube油管嘛 有名嘛 那中国石油啊 第六十一名啊 然后这边啊 那天猫啊 也是啊 每次双十一啊 天猫卖很多啊 但现在差一点 因为COVID-19啊 然后这个 这个 通货膨胀啊 然后会慢慢变 通货紧缩啊 大家这个物价太上涨了 买不起啊 所以天猫 像去年十一月啊 就是 也没什么活动啊 就是大家没钱啊 那现代汽车 这韩国旗才大嘛 那中国石化第六十八名啊 石油燃气啊 这印度的啊 塔塔集团 这是印度第一大集团嘛 他一直多元化 像三星啊 像现代这样的啊 工程建筑啊 一大堆啊 那路易斯威登他是 就是LV嘛 他缩写就是LV嘛 路易斯威登 他是法文嘛 路易斯威登 专门做名牌的嘛 然后呢 Wesda Mastercard 新用卡嘛 Visa Mastercard 美国运通嘛 等等啊 Wesda卡有名啊 然后 这中国啊 75名也是中国 中国招商银行 然后Honda 这本田的 日本的大汽车啊 他也可以做赛事啊 Netflix就是 网路营 串流营嘛 这有名嘛 就是你付一点钱嘛 他里面很多啊 很多这个影片啊 这个影片啊 这些营集啊 很多啊 像最大叫Netflix 它有很多自己创作的 还有就是 迪斯奈有很多影片啊 Cisco也是很大的公司啊 就是也是做 呃 电脑啊 电脑类的啊 呃 就是什么集散器啊 什么是连接器啊 做很多相关的组件啊 日本诸葛集团啊 是日本贸易商 日本以前有九大商社啊 需要商社都在前五百大啊 然后Uber Uber也是有名嘛 就是以前都我们做 叫计程车啊 跟计程车啊 有时候啊 一下叫不到啊 所以用这种打电话 像用电脑啊 上面啊 就马上说啊 多久到啊 号码多少 而且便宜一点点啊 所以Uber是有名 英特尔当然有名嘛 这是半导机啊 最先进的 英特尔当然有名啊 代表就是 美国卖电脑嘛 代表电脑啊 然后韩国的 SK Group啊 就是也是搞电信啊 韩国的啊 雀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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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雀巢咖啡啊 雀巢咖啡啊 吃辣吃冰啊 他是瑞士啊 福特也是美国有名嘛 福特汽车啊 台积电 台湾第一名是台积电 他的说起叫TSMC 台湾的集体电路公司啊 台湾的啊 但他品牌也不是那么高 那为什么呢 因为台积电没有自己的品牌啊 但是他还是列入品牌啊 可是另外一个 鸿海就没有啊 因为鸿海真的是没有品牌啊 鸿海只是 专门制造啊 那台积电是机缘代工啊 但他也说机缘专工啊 但是品牌还是算进去 像鸿海就没有嘛 你可以说什么东西是台积电做的 可是鸿海 他比如说打这个 打Apple打什么 所以他纯代工 所以他就没列进去啊 西门子 西门子 德国西门子很大 是超级大公司啊 工程建筑等等的 他那个核电厂都能做啊 像台湾核四啊 他也 他也来招标 所以西门子是一个很大的工业集团啊 L7也是 也是很贵啊 他买 所以你说买电视冰箱比较贵啊 有些什么为什么特别贵啊 像什么 夏普 夏普 郭台铭买之前是蛮贵的 后来他还评价 不然以前 比较贵什么什么什么 Sony Sony的电器就贵啊 然后这个三星也贵一点啊 L7也比较贵一点啊 就他的一分钱一分货嘛 然后汇丰啊 汇丰 你说到底香港汇丰银行啊 到处都有啊 他是老四 从清朝末年就有啊 他是英国的大银行 像什么渣打啊 渣打银行啊 渣打银行啊 渣打银行那一国也是 也是英国的啊 这些啊 有这个 这边老是会跳啊 会跳啊 然后呢 啊 中国 97名是中国中铁啊 工程跟建筑 而香菅尔是精品店嘛 香水啊 但他有做衣服啊 做饰品很多啊 香菅尔大有名啊 通文电器嘛 这是爱里森 爱里森发明家啊 这跟通文电器有什么关系啊 爱里森当发明家 赚了很多 专利费啊 他也开公司啊 公司下流一下 就是通文电器啊 所以以前最大的就是 爱里森同友 还有贝尔实验室啊 然后你看这连续啊 101到103都中国了 中国铁建啊 中国搞工程跟建筑的 京东啊 搞零售的 这当然中国大陆都有名啊 交通银行大的啊 高盛当时这个 投资银行啊 专门帮有钱管理资产啊 把投资的高盛太有名啊 因为都是啊 美国医疗大学啊 医疗大学学生才能进去啊 另外一种就是找全社有钱啊 附加子弟啊 这个 台湾也有一些名字也不讲啊 也是也是找一些台湾啊 爸爸有钱的啊 就给你挂一个经理啊 但你不抄票没关系 反正也叫你爸爸 你爸爸出钱啊 或者你爸爸去找人啊 这个 美金要用 用亿来 差不多到用 差不多亿来算美金 台币要搞个 总是要搞个 二三十亿以上啊 然后弄像 弄成共共基金啊 就给你挂一个啊 然后有的比较 有的就吹嘘啊 哎呦 我在高生当国基金 不是啊 你根本没有能力啊 叫你 叫你爸爸出钱啊 给你挂一个 你不操盘 也没关系 最好你不要操盘啊 我另外找一个专业集合 操盘给你挂个名字啊 所以像台湾啊 或中国大陆 有些富二代啊 我在高生当国基金 什么东西啊 当然有些真的啊 有些是假的啊 就是 富爸爸嘛 然后这个白石可乐有名的嘛 所以白石可乐有月薯啊 高可乐啊 高可乐啊 高可乐在前面嘛 所以他们最初就是 創始人在非洲那边 找到可乐果啊 果实啊 然后搭配一些配料就做出来 黑色的啊 可乐 欧爱喝清凉提神啊 中国人寿啊 一百零八名啊 这Gucci也是名牌嘛 你说Gucci啊 这个也贵啊 香水啊 衣服啊 饰品啊 什么东西啊 很贵啊 这意大利啊 中国电器一百一十名 你看中国很多啊 那肯德基嘛 炸鸡嘛 就要麦当劳一样 肯德基嘛 真有名啊 波音当大马 波音的银也很高 但这边算品牌啊 所以品牌只排到一百一十 波音 波音的银也吓死人了 因为像一般的客机啊 弯流那种四人小飞机不算 就大客机 可以载几百个人以上 要麦就是 波音是第一名嘛 要麦就是法国 以法国为主啊 它是好几个我家盒子 叫空中巴士 法国空中巴士 然后第一百一十五名啊 中国邮政啊 出巡银行 你看到处都中国 所以中国这个 不得了啊 不得了啊 然后这个 我们再看看谁有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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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y啊 Sony在日本啊 所以Sony家电 确实做得好 那Sony啊 Sony啊 这个电视啊 冰箱啊 这些电器产品啊 它就是卖的贵啊 但确实它做得好 那IKE 台湾念IKE 外国人是念IKE 它知道这个Ine啊 宜家 宜是宜家什么东西啊 就是 瑞典啊 瑞典 它有很多都是木材啊 因为他们那边 瑞典森林多啊 就是准许它采 砍发一些木 它就当初是啊 所以像牛仔裤跟 这种 这种IKE 你说它卖的贵 就没有道理 因为像牛仔裤 当初牛仔嘛 都很便宜的 卖到雅州来 牛仔裤很贵啊 那就没什么道理 像那宜家IKE 它也是当初就标榜啊 就是 因为它木头可以采嘛 就是都是很简约啊 北欧风啊 就很便宜的 甚至有点 看起来很简陋的啊 但是它有点造型 有点设计啊 所以 你说卖到很多东西啊 卖到亚洲来 就卖得很贵 可是它在欧 在欧美是评价 牛仔裤啊 IKE 卖到亚洲很贵 就没什么道理 甚至像那个什么 安利啊 那些直销 在直销 原来欧洲的 美国啊 因为那个 它是美国的啊 所以那种直销的 在美国就说 你要是穷人买不起啊 我省掉电竹 就有点像当初网购的样子 就直销嘛 也是卖得便宜的 因为保险嘛 金融嘛 银行嘛 这些建筑嘛 这些都是啊 大家还有一些食品啊 都大家要用得多嘛 这些 然后 中国的科技啊 您的时代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那在法国啊 就是讲的 Airbus 法国啊 中国是犯人空客啊 台湾也犯人空中巴士啊 最大的民航机制造商就是波银啊 第二大就是欧洲的法国的空客啊 但是它是好几国联合投资 以法国为主啊 但是他们有的时候啊 博银啊 他不是只有做这个飞机啊 他连国防工业也可以做啊 一般可能搞不清楚啊 可以做很多国防的 有些人连战斗机啊 再来先看 战斗机嘛 博银也可以做啊 这个蒙根史丹利 最大的 这投资银行啊 也常常发布一些什么 美国大摩小摩的指数啊 这也是有名的啊 然后艾玛斯也是有名嘛 名牌嘛 也是法国 你看说法国 意大利啊 这两个啊 专门搞这个精品啊 路易斯威登啊 Chanel啊 艾玛斯 都是贵的钥匙啊 包包 台币给你动不动几十万啊 我一万没钱啊 买个几百块 一千块 两千块 包包都不错 他都动不动啊 他可以给你上百万啊 但是有的时候 他一分钱一分货啊 那你说 没钱你就不要买嘛 那有钱他就买嘛 而且他可以保持嘛 因为他们有钱 要买这个都会保养嘛 所以转卖还是给卖很高 所以那个以前 马云讲过那个不入流的话 他说 淘宝怎么卖假货 假货的时候比真毛 不是这样子 人家是有品牌嘛 人家是有研发嘛 人家是有保固嘛 人家一分钱一分货嘛 你说你找一个代工做的也不错 可是你可以自己用品牌 可是你不能灌他名牌 就是仿冒嘛 那什么叫说 我的品质不见得比他差 然后我灌他名字 那就是清泉嘛 就仿冒这种话也讲得出来啊 奥迪他四个全德国啊 四个全的高级车啊 然后日本两个日本铁路啊 那711啊 像台湾都要几千个啊 五六千个点啊 给他是日本过来的 像Nakashi啊 就是伴唱啊 或卡拉OK啊 也是日本过来的啊 但是台湾就特别喜欢 台湾就特别喜欢711啊 美国当然也有啦 中国当然也有啦 然后那个卡拉OK啊 Nakashi啊 中国万科啊 房地产很大啊 然后日本的Hitachi啊 以他日历啊 工程建筑啊 但是最有名的 像台湾就是 冷静记啊 大金啊 日历啊 这两个优先吧 因为他的马达啊 做得最好啊 第二也是 这个Christian Yield啊 叫CD嘛 是他的节写 C跟D嘛 CD嘛 也是精品啊 服装服饰等等嘛 嗯 然后这个印度啊 这个印度 有一个啊 这个科技啊 这个也不好念啊 这个 标普 我们一般叫标普啊 这也是美国啊 这个 叫做那种股市啊 那些 指数的啊 啊 Adobe Adobe的科技啊 所以像我们有时候软体啊 用Word的来写 但是有时候 它 它可以转成Adobe的 这个 格式啊 啊 像 JJ啊 就强生啊 Johnson Johnson 制药 像那个什么 制药 这个强生啊 最大的是辉瑞吧 但是 制药 我们一般可能不清楚 我们就比较清楚 什么强生啊 什么 英文油啊 个人卫生 清洁用品啊 这强生做很多啊 马来西亚 马石油 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啊 你看中国的中信银行 台湾有一个中信啊 但是持中信 非比中信啊 你看Cartier也是 你看法国嘛 意大利做精品最多的吧 Cartier 然后 中国有一个伊利食品啊 然后再来呢 这个 艾克森美孚也是有名的 美国啊 石油公司啊 美国英国石油公司很大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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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莱雅 这个有些人比较知道 一般没钱 可能搞不清楚 个人化妆品也算是名牌啊 你看俄罗斯才第一名搞163 所以俄罗斯 人口倒没那么多啊 可是他国家大 可是俄罗斯就不行啊 俄罗斯经济就是不行啊 只搞了一个 还是国家的 所以俄罗斯你说 所以我们这时候分两块了 就是说 这种名牌啊 分两块 分哪两大区块的 第一个就是 到底是国家的 还是民间的 那国家就大啊 但是你看 美国 美国他不搞国家 你看 美国占了 这 超过200家 都是民间的啊 那你说中国 这很多是国英的啊 俄罗斯国英的 印度国英的啊 很多是这样子啊 所以我们说 专制跟民主啊 民主国家就是 你看 德国少数几个是国英的以外 其他都是精品店啊 法国精品 都是民间啊 都是民间啊 所以就是 可以看出很多断铃啊 就是民主国家 这是搞民间啊 民间企业啊 集圈国家是搞国家的啊 那加勒夫也是有名的 他是法国的啊 CAREFOR 加勒夫啊 就是大卖场啊 然后中国人寿保险啊 搞保险啊 那西尔顿是饭店嘛 这有名的西尔顿嘛 所以他那个 旅期以前是长得蛮漂亮的啊 然后 法国巴黎啊 他也是有名的啊 中国电建啊 搞工程跟建筑 那中国这不少啊 所以中国这个 难怪第二大机体 可是 我们就说过啊 他是这个品牌 中国表现非常好 但第一个 他很多是国家啊 国家队啊 不是民间的啊 那就算民间 他很多是有官方的背景啊 所以他有这个特色 第二个 他算第二大经济体啊 可是你一算到人均啊 又穷得不得了啊 中国有个新业银行啊 这是 英文是工业银行 英文是工业银行 普发银行啊 这上海啊 普东嘛 普西嘛 上海本来是普西嘛 后来开发普通 普通就不得了啊 这个一席翻天啊 所以房地产就很贵啊 在中国大陆 房地产贵没有道理嘛 因为房地产你说 中国大陆 这个一线城市贵啊 贵是有道理 可是他没道理啊 为什么没道理 因为你说房子贵 是土地加房子嘛 加建筑物贵有道理嘛 因为土地啊 当然有时候土地 不是你一个大楼 你要持份嘛 至少你土地可以持份嘛 你可以相当比例嘛 那房子当然是你的啊 有权壮 可是中国大陆 房子不是你的啊 不是啊 房子是你的啊 土地不是你的啊 可是我可以买啊 那政府给你三十年 五十年 七十年啊 时间到了 那怎么办 哦时间到了 五十年到了 可是我房子已经买了很贵啊 不好意思啊 可是善命处于啊 只有五十年啊 我现在再收一个 再收一个钱 时间到了嘛 我记住给你 哇 搞不好人民币有几百万 这个问题啊 然后这个 日本两个 蓝体银行啊 孙正义的啊 这有名的啊 日产 搞汽车 这也是有名的啊 那美国大多汇人寿啊 一百八十年是有名的啊 然后 然后网易啊 这网易 中国媒体大致 中国大多汇都很清楚 很有名的网易啊 老律师 老律师表嘛 当然他不只做表啦 还做衣服啊 反正也算精品啊 这个瑞士吧 所以瑞士也是搞精密 精密工业啊 搞瑞士银行啊 搞精品啊 这几个都很大啊 然后新加坡啊 新加坡最大的银行 新展银行啊 然后 中国有一个科技 Media Media 可是应该Media 不知道有没有写错 应该是什么Media 美的啊 美的啊 那中国很大汽车公司 BID BID 然后 那Fox也是美国有名啊 福斯电台啊 什么什么的 也是很有名的啊 然后 这个 中国零售啊 美团 这位就比较不清楚 美团 美团 然后 然后 阿里巴巴都要有名嘛 所以 马云啊 了不起啊 这个是蚂蚁啊 阿里巴巴 天猫啊 四五个好大啊 但是啊 但是 美国 但是中国就有这个问题啊 你说 阿里巴巴 马云是私人企业 没错啊 可是它最有官方的领值嘛 所以哪里有说 马云是老大啊 董事长什么的 一下子又辞掉 然后人又跑不见 然后又怎么样 股权又少很多 这吓死了啦 这美国 英国 这个台湾啊 这不可能发生嘛 就是你老板嘛 就像 张忠盟 当他退休嘛 这个 这个 红还是郭泰民 哪有说是政府啊 施展影响力之下 然后你就把关啊 你就辞掉啊 然后人也不见啊 怎么 这民主国家不可能嘛 中国光大银行很大啊 这日本老牌子啊 现在已经跑到200米 松下 Panasonic就是 我们是讲国气啦 台湾讲国气啊 国气牌 也比较高 高档次啊 比较贵的 电器业冰箱啊 电视啊 等等啊 瑞士最大的银行 UBS啊 瑞银啊 瑞银跟瑞士信丹是两个啊 不一样啊 最近瑞士信丹出了大麻烦啊 瑞银要去抑住它啊 然后印度人寿啊 印度的啊 然后 Yahoo啊 但是它不是Yahoo 入门 入门网站 是Yahoo Group 日本科技啊 日本它的科技业啊 它是 就是一些收发信件啊 一些资讯整合的啊 它不是Yahoo 它是Yahoo Group 这个不得了啊 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啊 像这种国防工业的公司啊 很神秘啊 有时候一般人可能听过啊 但是它 就是最先进的武器啊 波音啊 洛克希德马丁啊 什么什么雷霆啊 什么 就专门做 专门做卫星啊 做这最先进的隐形战斗机啊 甚至还有做航空母艦 最先进的 所以美国第一流的人啊 这个 你说到这个什么Amazon啊 到这个Google去上班啊 麻省理工学等等啊 但是还有跟它更厉害 更厉害呢 到哪 到这个NASA 到航太总署去啊 更高的就到这种军火公司 它薪水给的太高了 可是你搞不清楚啊 因为为什么这些人 因为搞国防 它要签保密协定啊 所以他们都很低调 那是一流的人嘛 那你说你在Google啊 在这个微软 软体工程师啊 都已经很了不起了 可是这边是最高 最高级啊 它要做那个隐形飞机啊 做卫星啊 这些东西啊 这个最先进的 是在这公司里面啊 洛克希德马丁里面 真的高手如云啊 高手中的高手啊 香港是中国嘛 保存 保存 本来是外国的啊 然后再来看看啊 这个 啊 恢复也有名嘛 恢复科技有恢复电脑嘛 但是后来掉很多啊 因为这个 PC啊 贵人电脑掉下来 因为饱和了嘛 最早铸铛电脑 以前是一直读打 后来笔电出来就差一点 那些笔电也差 因为大家都有了嘛 而且有平板啊 有手机啊 然后中国人舰嘛 就是Energy嘛 内面建树嘛 工程建设 然后日本汽车 来笔电是有名啊 这个车做得好得不得了啊 也是好车子啊 然后三菱嘛 但是它不是三菱重工啊 三菱日联金融集团啊 雪佛兰 这也是美国传统的这个汽车啊 也是有名的啊 达美航空 这美国国内线啊 也是大公司啊 然后中国大陆这个房地产啊 碧桂也很有名啊 然后中国建材啊 这两个都中国的啊 越南你看 跑一个出来 跑到230 越南出来 你看这都国家嘛 专制国家 但现在讲是讲民主啊 但其实也 也不是那么民主啊 越南军用啊 然后 马布布有名嘛 马布布是瑞典啊 这瑞典 这瑞典其实很有名啊 但做得不够新潮啊 就是实实方方的啊 就不够现代化啊 然后 安泰 安泰美国医疗 这也是有点名气啊 高通当然有名啊 但是 那是高通晶片嘛 也是做手机啊 什么啊 英国杂打银行啊 杂打银行啊 这也是有名的啊 美国航空 American Airlines 这也是有名的啊 菲利普荷兰啊 菲利普也是做好广啊 电子也做啊 这个电视也做啊 这个电器类也做啊 医疗器具也做很多啊 然后中国地产的叫 龙虎地产 龙虎 龙虎 这中国就很土气啊 你说 它取中文是没错 我们一般是以英文为主 可是中国用中文嘛 龙虎 可是它迷都很土啊 什么 我看到湖南威 天天向上 day day up 这什么英文嘛 天天向上 天嘛 day 还是白天呢 天应该有sky 向上 向上又up day up 土的要是自己不知道啊 所以以前到中国到路 你说要英文写不要吸烟 你说no smoking就好 那写呢 清无吸烟 罗马平 老外问我说 老刘啊 清无吸烟什么意思 我说这英文 这是英文字模糊 看不懂啊 这no smoking 那no smoking 清无吸烟 我说是 清无吸烟 老外说 那傻子东西啊 日本的 我们台湾发一家 uniculub 也算平价的啊 平价的啊 这个 买衣服啦 T恤什么的啊 平多多这个中文大有名啊 平多多搞零售的吗 这有名啊 山西分酒 老牌的分酒嘛 山西分酒啊 中国列酒啊 你看 这起的英文名都很烂啊 都是给中国人看的 不是给外国人 外国人看 什么 山西什么的 外国人谁看得到 这什么东西 这什么东西 分外 外国人谁看得到一个 外啊 而且又取出了 它是烈酒啊 烈酒啊 Naker啊 Spirit啊 这外是红酒啊 而且又是十几啊 所以中国大陆 这个翻译文 都全部不紧 都要打屁股啊 然后这个美林也是啊 美林银行也是有名的 然后这个韩国的Key啊 我以前有开过Key啊 也还不错 算是 稍微便宜一点啊 中国一个物流 顺丰 然后 中业啊 中国中业啊 工程建筑啊 然后 然后 这个贝尔 应该贝尔实验 是应该美国的 怎么会加拿大 这个搞不清楚啊 那中国房地产是 保利发展啊 Poly啊 像这样 Poly 比较像英文一点 Poly又胖胖的意思啊 然后Canon啊 日本有名啊 以前那个做相机啊 这个解析度啊 很高的啊 但是传统相机啊 当然像数位相机啦 以前传统相机 也没什么解析度嘛 因为它就是所看其所的 它就是弄那个 比如说光圈啊 特别大 特别小啊 还有长青投资系啊 然后 啊 中国客气公司 Green啊 这公司啊 那日本邮政啊 这个应该是国营的 这日本 这个国营 没搞不清楚 看起来好像国营啊 然后 中国 香港 香港中国大陆嘛 华润 华润是地啊 所以 香港取的英文就好 因为香港 新加坡英文成都好 那中国内地的 取重英文的名称就很烂啊 中国香港啊 至少这些老外看得懂嘛 那你说天天像这样 daydayup 什么什么东西 谁看得懂啊 清呼吸夜啊 谁看得懂 中国海外发展啊 这个房地产 那米其林法国啊 跨国人胎公司啊 所以 它是人胎公司名称 但是你说 那個米其林饭店啊 米其林它没有开饭店啊 它只做了指南啊 一行到三行 所以有没有 人家跟你说 米其林五星啊 这骗人的 你说五星饭店也有啊 甚至六星饭店啊 奖师奖也有啊 其实是到五星啊 米其林没有五星 米其林只有三星 三星最高啊 所以有人说 米其林四星五星六星啊 胡说八道啊 都是三星 他那为什么呢 那轮胎公司 为什么搞那个指南 他就是 米其林指南 就是这个米其林啊 因为 他当初就要消耗轮胎啊 米其林轮胎啊 他就说哦 所以他当初啊 很多都不是在市内啊 不是在城市里面啊 就搞了郊区啊 郊区啊 说郊区有一个豪大鱼啊 多跑一跑 消耗轮胎啊 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中国交通建设啊 搞工程啊 中国交建啊 那华纳兄弟啊 这是有名的嘛 最早是搞电影的 美国有些什么 派拉蒙啊 什么什么 米高梅啊 什么 华纳兄弟啊 达纳兄弟啊 达纳兄弟啊 这些电影公司啊 这个 这个 华德迪斯赖啊 这些啊 那KIA的芬兰 最早搞那个手机 但是 后来没办法 跟上智慧 新手机 所以这些调很凶啊 美国 六个韩国也是大啊 这个 卢州老俏 这叫 传统啊 你看这个 卢州老俏 谁 外国谁 谁看得懂 看不懂 你就自己取个名字嘛 然后 中国海尔 海尔科技 它也是电器类做的 海尔电视台 平常做的比较平价 所以说 台湾一卖 你说什么三星啊 就比较贵啊 夏普以前嘛 也比较贵啊 Sony很贵啊 海尔 哦 海尔就好便宜啊 低价 竞争啊 这边 这也是有名的 科技业啊 然后这个 啊 这日本的 PlayStation 就是那个 电动玩具啊 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也玩了 很好玩啊 很厉害 那 Cisco 这也是有名的啊 商业啊 印度也搞的 Airtel 印度电信啊 这倒不是航空公司啊 是电信 电信也在电波嘛 在空中跑嘛 然后中国 中国民生银行 然后 三百零一年 乐高 这有名啊 乐高鸡木嘛 乐高玩具 它变个品牌 乐高 它是丹麦的 然后 你看法拉利嘛 做那个赛车啊 跑车啊 很贵的啊 这个法拉利是意大利的啊 所以意大利啊 做汽车 它特别厉害啊 小米 中国科技啊 小米 后来也是 手机做得很好 但是 因为中国手机 为什么有些很大呢 因为中国人多嘛 它又做得比较平价嘛 13亿嘛 如果一人买一支 又13亿一支 下屎啊 梳理士保险是有名的啊 然后 美国那个 CBS ABS BBS 三大广播 英国电视啊 Golombia是有名的啊 印度的叫 Reliance 就是可信任的 信使啊 石油燃器啊 达美乐真的有名吗 一般叫 达美有名啊 印度国家银行啊 然后 Landroper也是 英国也是 蛮有名的气质啊 亚斯兰代也是有名嘛 美国化妆品啊 亚斯兰代有名啊 Graig就是做燕麦片啊 奶粉那些东西啊 印度又有一个 你看印度有一些啊 马亨达旗啊 做汽车等等啊 你也是嘛 印度14亿人嘛 你说大家要买便宜的印度汽车啊 都要用电啊 所以人多啊 不是说印度工业很强 是人多 人多是中国跟印度占这个好处啊 因为他 因为很多薄来品啊 进口品买不起嘛 你说国家一做啊 随便你弄啊 13亿啊 14亿人 所以他占这个优势啊 普利斯通这也是有名的 普利斯通啊 他是日本的 绿地啊 这个也是中国炮地产公司 这红牛好像中国产不是 他是奥地利啊 ESPN就是美国体育啊 运动网嘛 这也有名啊 然后中国烈酒啊 一个叫洋河啊 这我就不知道啊 然后中国科技啊 海开微信这也有名啊 还是做很多啊 做什么无人机啊 做什么很多 所以大陆春晚一弄啊 弄几百部上间部无人机啊 好壮观啊 还有电子机器人啊 那好厉害 印度银行 这家银行啊 然后这个 林木 Susuki 也是日本有名的汽车啊 你看日本汽车也特别厉害 排着好多 Subaru也是生产小型的汽车啊 那百度当然有名啊 那百度搞到340名 那么后面啊 百度有名的啊 美国的Badweiser 百味啤酒也是有名的啊 然后 你说 Giria就是像我们刮胡刀啦 做化妆品啊 这个是常常我们在店里面啊 卖场看得到 然后中国中厕啊 他倒不是搞汽车搞工程建署啊 印度这家啊 这家公司啊 啊 长虹好像中国名称不是 它是美国的烟草啊 啊 就是 就是英国啊 就是我们卖那个什么 洗马金啊 啊 这个洗澡路啊 这个做很多啊 这韩国零售业啊 固片啊 联想这有名啊 做电子 做科技啊 做电子产品啊 联想啊 电脑也可以做啊 冰箱电视都可以做啊 这些啊 然后 中国邮政啊 这是搞物流 假设讲邮政啊 它是搞物流的啊 Hennessy 就是卖烈酒嘛 这有名的嘛 旋律师嘛 人头嘛 什么这有名的 啊 这个 日本那个 大和房间啊 搞工程建署啊 这些 海天也是有名嘛 中国海天食品啊 印度的搞一个 VIPER VIPER 搞科技啊 然后辉瑞这有名啊 这辉瑞这个 它的银额很大啊 但这边是讲品牌啊 怎么跑到370了 它是品牌嘛 辉瑞全世界的 数一数二的这个大 药厂 什么药厂 做药是一本万利啊 当然 它前面研发是要花 人力时间 精力是没错啊 所以品牌价值在这里 所以你不能 不能去仿冒 那你仿冒是啊 人家你做出来 你把它拆开来 做一做是有可能啊 可是问题 人家前面啊 如果决定的反冒 反冒的话 人家就不原创了 没有原创就没有了 人家前面花了多少 花了 需要申请专利 专利要保护它嘛 花了多少钱 来研究发展嘛 人事费用嘛 所以后来卖的贵啊 但是后来卖的贵 也是当时本事啊 他这个研究出来 一本万利啊 这一刻要卖 你台币比如说 200块啊 20块都不到啊 这不是 不是赚十倍啊 是赚几十倍啊 可是他前面花了 研究发展 不然你去研究 看看你研究不出来 大金啊 工巧啊 这他人气啊 学一些数一数啊 他有另外搞工程建设啊 一倍大约是美国零售 也是有名啊 猛牛这有名啊 常常灌名啊 我们看中国好声音啊 猛牛啊 中国大家猛牛啊 我们台湾叫猛牛啊 各种饮料啊 食品啊 然后 嘿 嘿啊 就是很多度假饭店啊 凯悦啊 市中心 也有高级饭店啊 雷神也是很神秘的公司啊 美国国防承包商啊 雷神啊 搞火箭啊 搞战机啊 搞卫星啊 搞卫星啊 这里面都是高手如云啊 雀桃咖啡 类似的啊 那是Cafe 这个啊 然后汉堡嘛 Bricketing 汉堡王嘛 这有名啊 中大服饰 香港搞这个服饰啊 他有个人名声啊 然后这个 我们再看那些 那毕胜客也是啊 这个Pizza Hut嘛 这有名的嘛 麦Pizza 那彭博嘛 美国专门搞一些商业资讯啊 商业服务啊 那玩虹啊 日本也是酒大贸易上 日本酒大上市的 很吓人嘛 那中国吉利汽车嘛 然后那个 美国一个吉普 就搞吉普车的嘛 美国港公司啊 美国三大 ABCP BCCBA 三个大的 那中国的科技啊 叫戈尔啊 这个我比较不熟啊 那瑞士信贷啊 还讲瑞士信贷啊 那最近出问题了 股价嘛 跌的不行啊 那键牌的口香糖嘛 这有名的嘛 然后 这个 这个专门线上订购房间的嘛 这个休闲旅游 订房间 这 FB&B很有名啊 然后这个 新加坡一个大华银行啊 俄罗斯第二个出来了 俄罗斯第二个 都是国营嘛 这不算是国家都是国营嘛 它没有什么私人器 也没有什么私人的品牌啊 那你看台湾第二个 搞到四百人 富邦 富邦 银行保险啊 金融保险啊 然后 那个 中国的 中海游啊 新加坡 华侨银行啊 然后 邦宝市嘛 就是家里用品嘛 最有名的 银额啊 尿铺啊 什么邦宝市嘛 这还有 印度的电刑啊 然后 只讲哈佛 好像哈佛大学不是 它不是 不是那个哈佛 是哈佛啊 也是搞汽车的啊 然后 这个 台湾三家嘛 第三家 中华电刑 讲师讲民营啊 其实还是 算是国营嘛 因为为什么 董事长官派嘛 政府派嘛 因为官股还是多嘛 美光也是有名嘛 这搞电脑的啊 铜勇也是有名嘛 这铜勇也是 也是搞国防工业啦 也是很厉害 他的营业 也是蛮吓人的 这边是品牌啊 然后 这个 这个 兰寇 兰寇也是有名的 这个精品啊 化妆品等等 韩国一个CG啊 搞食品的啊 然后 嘉欣理财也是有名的啊 美国邮政的啊 也是有名的啊 然后 英国贴心啊 亚胚嘛 就是美国也是搞医疗社 这亚胚也是大公司啊 也是很有名的啊 品牌啊 日本一个保险第一生命 凯迪拉克哪有名嘛 那凯迪拉克末路啊 以前是高级车 现在也不算 车子特别大啊 但是后来就觉得土气嘛 老人家就是买冰室嘛 年轻人买B&W嘛 或买其他的啊 就是卖的就差一点 就是 就是 就是没办法外销啊 只能卖 卖美国国内啊 就有土气啊 但是大是 就美国汽车啊 就比较大啊 那福特最小一点啊 中芯政区啊 中国的啊 台湾也有个中芯啊 然后日本有个乐天市场啊 这个网购啊 那些啊 京东海上 日本保险啊 法国新业银行 他有法新啊 他一般讲法国新业银行 是法国总大的银行啊 然后日本有一个瑞税啊 金融啊 然后韩国有个GS Group 这黑石银行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 其实也蛮有名的啊 然后印度有个拉丁其他工程建署啊 我们再看看有些 啊 普拉达是有名吗 这个 普拉达这个电影吗 什么什么 普拉达 恶魔啊 普拉达 女恶魔啊 那个女明星神宴啊 这是精品店啊 普拉达 也是贵的东西啊 铺马也是做衣服嘛 铺马很多这个 很多人可能买过嘛 日本有一个 日本生命保险模式 在日本啊 然后这个 华夏银行中国啊 所以这一集就让大家长一点知识啊 全世界 这边是讲品牌啊 不是讲一页额 股票适时啊 最主要是中国确实啊 你看 中国 中国有这个 中国有 前五百大 中国将近八十家 占比例将快两成啊 所以这确实大 当然 它是因为中国人多 啊 呃 占的这个好处啊 但是也还是 也是不得了啊 所以这一集希望增加 大概 要对一点那个 品牌啦 很多都是跟日常的生活 消费有关系啊 多一点知识啊 这一集讲识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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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